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保讲座秩序 避免影响他人 嘉宾演讲之后 观众请在聊天区的提问面节 写下你们的问题 嘉宾将作解答 那今晚的讲题是 新冠疫情下的精神创伤与成长之脑科学研究 讲的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佛学和科学实验室 专职研究员高俊宁博士 在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有不少人染上疾病 但更多的人是社会生活和心理上的煎熬 面对疫情带来的种种压力 大家可能会觉得焦虑 疲惫 孤单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报告 疫情冲击心理健康 全球忧郁与焦虑 盛行率增加25% 那陆续都有不同的心理健康资讯出现 帮助大家处理压力反应及调适情绪 那面对疫情 如何守护心理健康 今晚的讲座 高博士将介绍 人体的生理 心理结构的原理 在紧急情况下 精神压力如何产生极其后果 以及为什么有些人在创伤后反而促进成长 那讲座也会特别介绍念佛 如何使我们在不利的环境中能够心领成长 现在我们先请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陈建皇教授介绍嘉宾 有请陈教授 谢谢 谢谢我们主持人Evonne 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高俊领博士 来担任我们的演讲嘉宾 高博士早期是毕业于内地知名的医学院 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专业 那么毕业后在心脑血管内科工作 直到他担任了主治医师 再后来到了香港大学来攻读神经科学博士 他用这个神经影像学来研究人类的这个认知 老化跟痴呆的问题 后来又在港大佛学研究中心取得一个 佛学的硕士学位 那么基于高博士这样的学习背景 他响应当代的研究趋势 所以就开始用脑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学 包括用这个脑扫描 心电图 还有脑电图来研究正念 禅修跟念佛等等 而通过了严格的这个脑科学实验的方式 高博士他们的研究团队就发表了 一系列的念佛方面文章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是首次用脑科学的方法 系统性的来研究念佛的脑科学原理 另外高博士在现在他的工作单位 就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 佛学和科学实验室 他们也研究禅修跟觉醒训练的相关 脑影像学的研究 那么其中对于这个正念训练 是心脑协调性的这个研究成果 也曾经被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 所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么高博士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也和其他的学术机构 有着广泛的合作 那我想这个科学的研究 有很多都是必须要有很多单位 一起合作 那么他这一次的演讲内容 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研究 他是跟港大的社科系合作的 那么其他的呢 也包括跟港大的心理系 内科系教育系 还有电子工程系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 所以他们的研究团队有密切的这个交流合作 并且在科学跟佛学的这样的交叉学科研究方向 是具有前沿性的一种研究成果 其实这样的学术交流合作 使得其他学科的学者团队 也有机会去了解禅修跟佛法的脑科学的问题 所以高博士他相信未来科学跟佛学的交叉研究 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 并且希望能够在这些脑科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的修行 帮助现代人来提升身心的健康 那我们今晚的演讲 大底上就是从这个脉络来进行 就是从脑科学的研究来看 我们人类的那个精神反应是怎样 尤其是现今我们面临这个新冠疫情的重创 有很多人面临无限的苦恼 那么这从佛法的教说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人生的烦恼本是苦 而且苦的样态是千变万化 千奇百怪 这个使得我们在面对时不知所措 那么脑科学的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 跟佛学的教理有什么相通之处 我想今天高博士的演讲 大理上即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请高博士 欢迎高博士来给我们做精彩的讲演 谢谢 好 那很荣幸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邀请我讲这个新冠疫情下的精神创伤 成长这样一个老科学研究 那我是来自于香港大学研究中心的佛学和科学实验室 那我们做的呢 主要是这个佛学和科学这样一些研究 就像陈教授刚才介绍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 关于这个佛学和科学的研究 那大家知道当今社会这个比较主流的都是科学了 比如说小到大家小学学校里面学什么东西 达到那个政府的政策 包括这些新冠疫情的政策 它基本上是由科学的数据所决定的 或者那所以整个科学对整个社会 这些目前人类社会的影响 那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很大的影响吧 那佛学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人是迅速奉行的 当然它这个影响力可能比起一百年前 或者是一千年前 它那个可能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科学和佛学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 那这个对佛教啊 或者是基督教啊 其他的宗教都有这么一些影响 那佛教呢 我们就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佛教它还算是非常客观 那我们佛教的经典里面 对心啊对思想的描述都是非常多的 那恰恰正好科学呢 现在发展到这一步 它有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叫做Hot Question 那就是关于心或者是意识 所以正好这个 可能这两者正好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方向 那就是所谓的老科学 或者是神经科学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科学 它在技术手段上是厉害 那佛学在心学方面 或者在修士上面就是经验很多 所以这两个点的结合呢 其实也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兴趣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做了一些工作 实际上证明还是蛮多东西可以做的 然后我们做的东西 除了meditation 禅修也有做Covid相关的 还有一些和念佛相关的 总结都还是挺多的 你看有一次我们做的一个和念佛相关的 香港大学就作为主页摆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 然后newsweeks他们有一个报道 不过他们最后说的是 Thanks to science 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吧 总之你 科学它还好 就是你觉得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能证明它有用 那它就认为是客观的 那我觉得我们佛学这里面的很多研究呢 其实都还是很客观 就是有事实摆在那个地方 那说不定他们 科学也说不定把这一部分当作科学呢 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蛮真理的 就是说不管佛学还是佛学 其实佛法 佛陀在早期也是说过 佛法在世间 不立世间绝 这个好像是六走谈经 就是说真正那个世间的里面的一些 当然这个陈教授可能就更懂了 我的感觉是 世间上的一些觉悟啊 或者是发现啊 可能在佛法 它也是可以在上面 就是可以是通融的 像我们这些研究 可能在佛教里面有时候 他也觉得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这就因为 这里面很多这个佛学大师 所以这方面 大家都要相互讨论 请教 那目前的这个世间的法律 就是科学了 或者是说到目前这一代 基本上有点像数据科学 因为什么都是讲求数据 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实证医学 它不像过去的医学 就是说 谁 李医生发现一个病 他用这样治好了 或者是特别是中医就很明显说 我用这个方子 用那个病就治好了 那实证医学呢 他就要求 不光是一个人 他的原则呢 是需要有两批人 就是说 一种你用某种药 另外一种不用药 那最后这 每一组人呢 比如说20个人 他有一定的 这20个人和另外20个人的比较 有没有效果 所以他都是基于证据的 而不是简单的个例 当然个例也非常有用 只是说现在的医学 他要求有一定的数据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香港的这个 新冠疫情的数据 那我们以前就是人都不多了 这个是指数据的 大家看一下 就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 第四 第五 那如果 如果您不用指数据 直接看那个数据的话 你看啊 之前这一下就到一百万 那之前呢 可能就几十几百几千 几万都很多了 所以现在香港的疫情 当然这一批银 差不多都过了 只是说这个对社会的冲击就很大了 反正香港最近就是 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大家以前认为香港 是一个伏地嘛 所以左右都逢源 中西何必 不过这几年呢 真的是 大家也许看出来就有一点 好多政策或者是行为上 就有点左右为难 那中西方呢 有时候就觉得 大家肯定有感觉到了 好像中西都觉得 哎呀 怎么是这样 大家都 我们都要抛弃的样子 这就是 这就是 整个社会所谓的 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嘛 这个 这也是我们 经常说的 这个佛教说的 这个 无常啊 或者是变 所以目前这个疫情 引起了很多的混乱 身体的混乱 主要是精神的这个混乱 还有一些观点的混乱 佛陀在很早的 这个无我相机里面就说 一切现象 无论是内在 或者是外在 身或者是心 都有三个不变的特征 那就是无常 无我 还有苦 那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说任何事 包括香港的这个 如日中天 它也不可能永远是这样 它都有可能是变的 那就算现在大家 医疗条件 或者是生活的人都很好 但是 它有些病 就是还是能袭击人类 造成身体的痛苦 心里的不爽 总之就是有点苦了 然后 当然应该说一个 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这个其实我们 研究老科学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其实也会发现 有点类似的规律 这个我们可以详细再说 然后呢 因为老科学嘛 因为简单说老科学 它其实可以研究 任何跟人脑相关的 或者是跟人类行为 相关的这个学问 那我们实验室 就和这个香港大学 社科系有一个合作 因为他们在收集 这个香港社会 对疫情的影响 他们就做了很多 问卷和量表 当然我们呢 就是用老科学的方法 再核实一下 他们发现的东西 就是他们发现 这个人心情不爽 那我们 有可能 找一下他为什么不爽 或者是说 神经机制是什么 和宗教有没有关系 这些我们都可以研究 那研究方法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给个图片 他看 给一个 给一个图片给他 给一个匹首 然后我们就看他老的反应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看看啊 这个就是说 有些有成长的人 和就是经过创伤后 他这个人反而有成长 有成长的人发现 他们对这个 正面的图片 他就更容易 在这个 左侧的 裂液 他这个激活比较强 然后下面这张图呢 他是说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引起的压力很大的话 那他就会对这个前 左边的前额叶 或者是额叶吧 他的这个激活会比较强 但他是对这个负面的图片 那可能 大家不知道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那的确如此 他神经科学 这个 总之呢 他 他 他要求 知道的知识还挺多的 不光是心理学 神经科学 有时候要对这个 临床啊 甚至是病理啊 都要有一些了解 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 因为这种课 这种学科 交叉学科呢 他这个难度是比较大 我可以慢慢跟大家解释 一些东西 比如说 讲解一些基本的人体的生理心理 人脑的结构 还有一些佛学知识 相结合的 因为我觉得 大家判断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你要所谓的 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 就是你知道自己 还有知道别人 知道自己的心态 那你碰见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才比较容易 得出相对准确的这个判断 因为每个人的判断 真的可以隔很远 所以你需要知道一些 基本的这个事实 否则你有可能像 比如说特朗普 他觉得消毒水 为什么我不能喝消毒水 就可以杀病毒呢 还能百分之百的杀灭 这个当然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如果你知道的话 总之对你的判断 包括你的人生 或者是行为啊 都会有一个相对 概率比较高的这个胜算吧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说 准备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新冠疫情如何引起身体的压力 精神的压力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精神的成长 然后相关的佛法的对峙 那首先我们讲 新冠疫情对身体的影响 说白了就是身体的病苦咯 就是佛法说的苦咯 现在的名字就是对身体的影响 那这个大家当然很关心咯 最关心的就是最近这个 说 Covid可以引起大脑的病变 因为我们是研究大脑的 所以也有些人给我看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研究 他还真的做的是很严谨的 他好像是发的分数非常高了 是Nature Science 他正好呢 在这些人得这个新冠之前 他已经扫描了一批大脑 就是这个人在得新冠之前 就扫描大脑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老科学嘛 每个国家 基本上科学都都开始想研究人老了 因为他想知道人的心态啊 你不管他处于什么目的 那每个国家都是花那个大量的资金吧 中国美国 欧盟 日本 那都是几百亿的往里面投入 所以他们经常会做一些比较大的项目 他们这些人呢 就首先他做一个别的项目 就把这个人脑已经扫描了 那正好英国出现这个疫情之后 他很多 因为他们真的是群体免疫嘛 很多人已经感染 所以他在感染之前 他要老扫描 感染之后呢 也可以拿一个老扫描 所以他们就是前后对比 他就发现 这个数据的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我认为啊 他主要在那个嗅觉区 就有一些T-cell damage 就是灰质的 当然我待会可以介绍大家什么是灰质 主要是在嗅觉区 也就是在前脑的下面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 我说影响男性的这个什么功能 当然他是老鼠的研究 那是因为研究有好几种嘛 首先是动物研究 然后是人体的 就是实验者的研究 然后是临床研究 那到第三期 所以呢 这样的话才能通过一个药 所以他这个只是第一步 别的就说 有很多了 就说有好多症状 记忆力啊 失眠 心脏 耳朵 胃觉 关节痛 疲异症 就很多了 然后别人也有统计 你看这个人体挂在这里 基本上都完了 全部都有了 好像新冠 所以新冠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其实也是有他的这个客观的依据 你看人老 心脏 我肾脏 肠子 皮肤 血管 我反而觉得血管这个 据我的经验哈 我觉得血管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经常会看见 不管是打疫苗还是得病的 他都会出现血管的 栓塞 可能和他们有一个小A1 血管紧张素受体之类的有关 包括打疫苗 所以可能打疫苗的人 太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我私底下觉得 他们也许应该 就是打个疫苗去活动一下 是吗 你的血管没有那么容易凝固吗 因为他真的会出现心脏的症状 甚至是老的 总之是血管的 因为血管里面有一个血管紧张素受体 当然呼吸很多了 呼吸一口了 所以我就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人体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人体 佛教说地水谷风空 现在社会就分为骨骼系统 神经血管 肺 心肺 肠子 消化 生殖系统 还有皮肤 更能提前透露一下 我们的我呢 就在这个老的女 是不是在心脏里面呢 这个有意思的 一般就认为是老女 心脏里面 他们修行的人 很多时候跟心脏有关 大家可以都想思考一下 我们是比较open 因为人老嘛 你聪明聪明 主要看大老 然后呢 我要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包括佛教也会说 就是东西 很多东西就是无始无终 你不能说 我就看现在这一面 看人体的时候 你也应该这么看 就是说它不光是人 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根据进化来的话 那它可能是要 挽回溯源 这个人类 这个佛法 应该经常搞因果 就无始以来 我们这个当然在地球上面 还是有始的 那它最早的这个细胞呢 可能是三十亿年前 后来就慢慢进化 单核细胞 不核细胞 然后是这个 成型的 然后是 就是恐龙啦 所以现在很有名的是 哺乳动物啦 然后是灵长类 所以人体呢 怎么说呢 我经常想提示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人呢 你觉得你活了几十岁 就是我们现在都几十岁了 但是实际上呢 你可能经常要觉得自己 其实根本不是几十年 而且你如果 你真的可能有几十亿连 这个你的基因啊 就那么长 所以呢 你这个人体的这个功能 它是非常精密的 就每个人呢 你不要幼稚的认为 啊我就这几十年 对 这个人生只有几十年 但是你 你你从 或者老天爷那领到的这个 这一副装备呢 它可能真的是几十亿年的 杰作了 或者对于人老来说 起码有几百万 你看病毒已经存在三十五亿 病毒呢 大家都怕 但实际上呢 病毒病毒是什么呢 病毒就是中间有一串的 那个代码 就像我们计算计的代码一样 在外面 它需要穿的衣服 这样它保护这个代码 跟我们人一样 有个皮肤保护嘛 病毒呢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 就像它这个DNA 或者是RNA 它在不停的生物体之间呢 它就会来穿梭 它会攻击所有的生命性 包括细菌 植物 动物 它攻击那个细菌 或者生物的同时呢 它会把这个基因带过来 带过去 所以人体呢 进化呢 或者演化呢 就也有病毒的功劳 是人类的基因组里面 有10%的病毒基因 甚至有人说 如果没有病毒 人类恐怕就不会出现了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A4E2 刚刚说的这个受体 它很聪明 就是也不是说它聪明嘛 它就比较合适 它就可以结合这个人体的 这个细胞 然后可以感染人类的细胞 当然人类这个进化这么多 也不是说 怎么说呢 也不是说吃干饭 那我们有非常长的这个淋巴细胞 你看看 这个从脚 从头到脚 特别是脾脏骨骼里面 这个淋巴细胞 还有这个 我们首先有皮肤咯 跟病毒一样 我们有一层皮盖入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T细胞 T细胞有 它是 T细胞B细胞 白细胞 然后这里面有杀手细胞 还有辅助细胞 B细胞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抗体啊 你检测这个新冠病毒的抗体 就靠B细胞分布 就你得了病才会有 然后 如果是抗原呢 那就是这个 就是新冠病毒分布的 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抗体呢 就是人体分布 这个抗体呢 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细胞 病毒的这个 这个刺痛给它抓住 抓住之后呢 我们就有T细胞 或者是白细胞 把它给吃掉 然后把它给清光 因为你看 这个淋巴细胞全身都有 哪里都有 所以新冠在体内呢 基本上也会被他们 慢慢的给清光 除非这个人真的是 不行了 或者年龄特别大 真的是你不 你不袭击他 他都有可能垮掉的那种 一般人 一般都一两天 两三天就会好 当然你把它 症状 你把它全部排出去 可能都都会有更长的时间 还有一些人 你如果有别的毛病 像我 其实有一些肺的咳嗽 那我平时一刻就可能半年 那万一他把我这个毛病热出来了 那就看你的造化 就跟你自己关系很大 我跟你们说 这个病毒啊 其实都都很少 很少有药 或者是 这个抗体啊 这个 就没什么药吧 细菌 细菌还好 细菌我们 临床上用药 都是非常到位 病毒就真的很麻烦 很多病毒就没办法 因为 他太会变了 所以病毒 感冒就要是靠人体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个笑话 你这个感冒了 吃药 你就是一个星期好 不吃药 你就一个礼拜了 但新冠病毒 我们因为这次发 做的规模非常大 所以大家研究的非常仔细 也研发出来很多东西 所以跟以前的感冒又不一样 那毕竟是很不一样 现在大家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大概的这个基本事实是这样 总之呢 这个人体呢 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系统 它有相当强的修复能力 就是说如果一个病毒 细菌或者是什么病 它甚至可以灭掉很多人 但是有一些人呢 它就没问题 大部分人可能也没问题 那还有一点呢 可能大家没想过的 就是说 有时候人体呢 还真的需要一定的那个刺激 它才能激活它 只要我们打疫苗就是嘛 你就是打一些东西 然后就算是不行的话 它人体还有这个替代光 特别是人脑 比如说中风的人 他一般的得了病之后呢 你看他偏瘫了 真的是很严重 有些人真的就瘫了 不行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 他真的是还可以恢复 所以人体它 它这个恢复能力还是蛮强的 所以它这些症状呢 的确有可能 但是呢 大家也不能说 看见这个就觉得 人体的修复能力还是非常强 所以就是一个邪和症 就中医的观点 就是症和邪 相对的一个过程 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看 就是刚才陈教授 大家也可能都见过 这个新冠疫情 给大家引起的主要是 反而是整个社会 还有精神方面的压力 那我们就称为辛勤的苦闷吧 也就是也是另外一种苦吧 那这个这是树仁大学 也和香港大学 新社科系做的一个研究 他们的速度很快 就很快就做了 就是两年前都做出来 当时就发现 这个新冠容易引起 这个焦虑抑郁 创伤后综合症 这个是叫所谓的PTSD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社交孤立 你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了 可能有些人还可以 我们佛教的可能都还好一点 大家反正是要自己休息 但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然后主要引起什么呢 那财政肯定有影响了 这是最近的上一期 不是我们这一波 这一波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然后钱呢 钱变少了 工作学业不顺利了 家庭关系 肯定有一些影响了 社交生活 你看影响很大 日常生活 那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肯定是喜欢到处跑的嘛 它影响非常大 然后这样又是一个数据 你看他们统计数据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人影响最大 什么影响最大 什么影响最大呢 学力比较低的 可能他们的工作 不知道什么原因嘛 还有这个主力 家庭的主力 男是年轻了 如果你本身还有财政压力 那你其实更惨了 然后有人觉得自己好差 很怕 那你觉得自己哪会感染 那你肯定就担心了 然后又觉得 我政府做得很糟糕 那你这个人 就是说你会对你自己有影响 这就是我们说的 然后我们这个研究呢 发现他有一批人呢 就是少部分人 他除了创伤 因为他之后还能觉得 好像缓过气来 他觉得自己更强了 像安安说的 什么打不死我的 就会让我变得更强 就是有一些人 好像是有数据 好像显示有五分之一的人 有这个情况 那我们就比较好奇 看是怎么回事 就是数人大学 和他们做的研究啊 长大设科系 他们就发现 起码有几点呢 是正面的影响 比如说 更加留意自己的健康 朋友的健康 更加相信别人的力 或者是更依赖别人 你就发现 我自己一个人 其实有时候真的 别人会影响你的 你想一个人 都善其声 你在这个当今的社会 恐怕 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把这个社会搞好 然后别的也有了 它没那么显著 比如说有更多的时间 新技能 我看这写的是 觉得个人有成长了 人际关系比较好一点 灵性的也有成长 对生命的方向 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总之有五分之一吧 那它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研究啊 是不是本来这个很惨 中国它成长 有可能是身体的 或者是心理的成长 它会觉得 就是 更加正面 这个创伤后的成长 也不光是这一次 就是整个在 很多人也有研究了 就是创伤后的成长 也研究了很多年 只是说这一次新冠疫情了 我们也发现这个情况 就是创伤后 怎么能够成长呢 我们就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 就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呢 创伤后的成长 恐怕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为你想想 生物体在进化的过程中 比如说狮子和林羊 那它愿意跑那么快吗 那狮子不跑快 它吃不了羊 羊不跑快 那也讨脱不了狮子 所以它们都不愿意 但是它们都必须这样做 所以整个进化 就有点像这个过程 大家都是拼命地往前跑 所以这个进化就 就会出现吧 所以它这个压力 引起的成长呢 恐怕是一个普遍现象 包括我们人类的这个基因 里面恐怕都有 这个这些东西在里面 而这些东西在里面 它就埋藏在你的基因里面 包括甚至是花朵 植物也是这样 你如果让它 没有一点点刺激 或者是让它不接受外面 它这个 这就不是它应该存在的环境 就说白了 它 几百万年 或者上亿年 它都是这样成长 它就是最核实它 反而最后知道 就让我想起来 这个 佛陀曾经说过 释迦摩尼说 苏婆世界有可能才能称佛 而天人呢 他们活得很长 苏婆世界我们只能活最多一百年 反而这个地方才有可能称佛 我在想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它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压力 或者是极度的压力 它才可能就是 就是破解而出 当然也不能太大 一巴掌拍死了 那估计也成不了 所以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聪明 他们很多人也看见 甚至利用这个规则 比如乔布斯 他很早 他就很有钱 那他为什么 还要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他就要把自己弄得 就是没那么温饱 当然乔布斯大家知道 他是学这个Zen 他是跟日本的禅宗有点的关系 所以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人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之前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考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是 这个是风在动 还是翻在动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答案了 因为都知道的 就是心在动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 就是 我们做惯了这个人老的 他的这个活动啊 就觉得其实是老电波在动 好 为什么是这样的 请听我啊 在下面跟大家说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人老 人老呢 就是 就是这样的嘛 你可以看一看 这是大老 小老 老干 然后 他是一个核桃一样的 中间有很多这个结构 那个很复杂了 所以我们研究神经科学 基本上每一块 每一地方都要研究的 然后 你会觉得啊 那个有可能 真的人老可以放 一个旗子 就是脑袋里面 可以看见吗 实际上人老呢 他 他的细胞量是非常大 他有差不多 就是上 上百 上百个B 那就是一千亿嘛 接近 就接近我们这个银河系的新星 你想想 这个像不像人老 像不像一个小宇宙 就银河系的新星 那如果他之间还有出土的话 因为他还有连接的嘛 那要再上一 要三个数量级 那就是 就上几个对啊 三个数量级 那就是多少 一百万亿 那就接近这个宇宙的 总的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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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所以呢 他 他的基本成分呢 就是 就是一个我们基本的神经元 他 他主要是电 你看那个电在里面走来走去 就是电线嘛 说白了就是电线 但是他这个电线当然有点智能 就电在里面走来走去 然后如果你给他的电太多 他突然就刺激一下 他就在放电 所以大家相互放电影响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速度量是一千亿个 所以里面真的很复杂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直观的脑电啊 比你现在在跟我听课 你现在还是好的 如果下三秒钟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 就是每一个心跳就一秒了 哎 忽然你的脑电突然因为 什么原因起了一个很大的波 就跟海啸一样 突然就稳烂了 你看 大家都一样 也不是稳烂吗 就是和海啸一样 即刻 这个小孩子 就会啊 就一下就这样 这是阳电风吧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的 也可以YouTube看一下 就是上一秒你还OK的 下一秒你就突然 就是什么都不是了 甚至抽筋 为什么呢 你的脑的结构 其实没有改变那一刻 单身那边的脑电呢 就一下子就乱了 所以你想想我们的思维 包括你听我的课 或者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其实都是 都是电载活动 你会觉得 为什么怎么可能是这样 你要知道 人脑 他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可以虚构 或者是说 生成这些东西 比如说 如果你还不相信 如果他 有的癫痫 是整个脑的癫痫 那他就会 就是抽筋啊 就跟 也有一部分 比如说他如果只有手 抽筋的话 只有手的区域 那你觉得手 你就会自己动 你说 怎么他自己动 就是因为 他这个脑电出问题了 如果手的感觉区 这是运动区 这是感觉区 出问题了 你会觉得 哪个地方 真的就不舒服 包括有的人牙疼啊 他实际上有可能 就是个癫痫 他就觉得疼 但实际上呢 是那个地方 放电抽筋 当然还有的 可以听到幻觉了 如果是听觉区 有的甚至是 哎呀 胃疼 胃不舒服 有可能 出汗 可能是你的迷走神经 就是 就受了影响 还有的人 这个脸抽筋 还有这个 一系列的复杂的动作 也有叫做 就是抽出发作 总之他一放电 你就不一样 就这样的了 那同样用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看 我们给个照片他看 比如说给这个他看 哎 他的脑袋即可就 这零秒的时候给他看 他即可就 这是他脑袋啊 这条线 这样 这一千是一秒钟 所以他看那个图片 就一秒钟 就反映出来了 这人老反应很快 他也知道 你这一个人 一秒钟 其实都可以认出来了 当然我们这个实验室的 因为他看的多了 所以更快一点 那比较开心的图片 比如说加油 香港加油 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有的 医务工作转身 打这个OK 那他脑袋 也有一个反应 他就会有一定点不一样 你看这个区别很小 我们有一个技术 就是他有区别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把它mark 打一个mark出来 当然这是很复杂的分析了 我们一般和自己也可以做 和工程学院那些做算法的人合作 然后我就会分析他的整个脑区率 就发现我们刚才说过的 那个压力比较高的人呢 他就喜欢用这个脑区考虑问题 而且是这个比较早期的 这个是多少秒 我们这有时间呢 上面不见了 这早期的 然后这个 这个成长因比较高的呢 他就请上来用后面的脑袋 来考虑问题 嗯 但这个很复杂了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而且我们这个是一个初步的数据 我们后来会有改进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老区都在活动 不同的人的性格 会有不同的人的习惯 他会用不同的模式 甚至是不同的老区 呃强一点啊 就能多那么一丁点 就会有影响 我们看得见 因为这个技术 所以 所以说我们如果修行的人 他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 因为他 他经常训练他的脑袋 他考虑的模式就不一样 呃 简单区分 他就是前额页和后面 呃 就是脑里面 他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 他一个地方影响之后呢 他就影响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 性人体 好 这个教室 这多巴胺 这是哪个和谈分布的 哎我这个神经 神经解剖学是 医学里面就是 比较难的 里面的那个小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人体 是一个很复杂的仪器 那脑袋简直就更不用说了 那里面 呃 很多很小的 但是很重要的这个器官 嗯 就是我们神经科学家了解了一部分 但是还有一部分也没有完全了解 呃 我估计有一定的难度 但整体员呢 我们我们也不一定需要完全了解它 就是你也可以用它 你就是说你我可以positive一点 就是正面一点 这是同样的同样一个东西 我可以正面一点 或者负面一点 或者说我小心一点 或者是洒脱一点 这个都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 那你想知道啊 我的脑袋里面都有些什么呢 嗯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点这个神经解剖学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可能有助于你们分析自己 还有分析别人 就是大家 你觉得有些人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人为什么会累啊 嗯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起码它有三个 比如说有的人 我想现在大家起码会两分嘛 比如说有的人 说人是这个神兽 对不对 哪一部分是神性的 还有一部分是兽性的 或者是什么 就是好像可以分个几步吧 那 有没有道理呢 比如说这个 我跟大家说啊 人体呢 就首先有一个脑干 叫做爬行动物的脑 它是管理身体的 它也不用很大 就像爬行动物的脑 它不用很大 它就可以管理 像鳄鱼 然后哺乳动物 它开始和别的 这个社会成员 有关系 比如说 羊群 狮子群 那你啊 还有特别是母子的关系 哺乳动物嘛 它就是母亲就会为了子女呢 就会不顾一切 甚至命都不要 那爬行动物 它只管自己的命 它不会管别人 那哺乳动物 它就又多了一些结构 它就会认为 这个更重要 然后到这个人类 领长位 它就会很理智 它会算一些东西 为什么它能算呢 它就可以把某些东西 比如说鱼和熊掌 哪个好 或者这个人和那个人好 哪个更好 这个佛法和那个佛法 哪个更好 它都会算 所以这是这个靠大佬辟致 这个跟佛教的这个贪真痴 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哪个是哪个 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都没有定论 我就是猜测 比如说爬行动物 变像贪 其实你想人类 所有的贪的行为 不就是想自己活下来吗 首先要活下来 一次要活 活好 壮大 像恐龙一样 变得无限大 那它就会爬行动物 这个很生气 愤怒 还有爱 或者是爱 大家都是哺乳中 就是 贪真 愤怒 它就是有一个情绪 吃 那你就是理性这方面不行 有些问题很明显的 有些人 他就是想明白 有些人就明白一点 当然人类 无论如何都比这个 其他的动物要聪明很多 你看这个 这个是 老干 老干 他就是关于和什么 自我保护 他会管身体 比如说心脏 呼吸 还有这个 总是管身体的 如果他一般有问题 那个人即可死亡 比如我们临床上 如果老干 有出血 或者是说 你看电影 或者是 电影 你看别人把这个脑袋 后面打一下 这个人就有可能死亡了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区域 对人体特别重要 这个就是中间的普鲁 动物的大脑 就是我们叫做情感 还有跟愿力也有关系 记忆 比如这个 motivation 动力 还有记忆 还有 all factors 就是嗅觉 这个嗅觉 我们就是刚才说 新冠病毒会引起人类的嗅觉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影响这一区 至于他后期的反应 是怎么样 我计他们也没有研究清楚 这个明就仁波切 他的这个amygdala 就是这个性人体特别大 所以他小时候有恐惧症 他长大了 他大了之后 他反而成了一个大的修行家 那是不是他特别恐惧呢 还是这个研究也蛮有意思的 这个中间的因果关系 然后就是新皮质了 就是我们说的理智 智力 还有大家之间的人际关系 那个很复杂的认知 包括痴呆的病人 他就是这也处理 当然痴呆的病人是还蛮有问题 他整个老网络都有一些 通俗一点就是垃圾 把那些神经网络之间的 那个电线呢 给他堵住了 那他脑就不灵光了嘛 特别是最关键的区域 所以我们学佛学呢 我估计就是还真的要蛮聪明的人 或者是就是人才可以吧 那你说狗有没有佛性 那就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我们认为这个人类呢 其实还是需要很聪明的人才可以学佛 我记过有一个研究 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土 没那个土 他好像说 其实我们亚洲人 特别是这个东南亚华人 他这个脑袋其实是偏大的 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人脑 就是偏比较 就相对体积比较大 他正好这个大臣佛教 或者佛教就是在这个区域 那其他的地方 他们信了别的宗教比较多 当然这另外也是有意思的课题 这里面课题很多 我们也没有可能都去研究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鹅叶 你看人脑就很大了 这进化对我们而言 就是前面就是最明显的 猴子就也蛮大的 猫呢就比较小 老鼠就更小 所以他这个前鹅叶 它是一个关于决策 算计比较 比如说熊和行长 不能兼得你要哪一个呢 他就靠这个前面有一个脑区域 他就会衡量和比较 权衡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鹅叶 它就像一个 它的解析能力非常强 但是它的方向性呢 就不一定他知道 就是什么好什么不好 这有可能是很底层的决定的 比如我就喜欢活着 是不是没有人想 想死 他这个方向 还是我觉得 我觉得 他是有底层的决定的 这个上面就是 一个老干 他上面的这个新皮质 他是帮你算的 就像一个商人 他很有钱 或者一个国王 他很有钱 但是他需要一些谋事 来帮他策划 这个谋事就是智力了 所以你看你的发心怎么样了 这个大佬的皮质呢 就像新皮质啊 就像我赤毛一样 你要是走白道和黑道 那就看你了 他都可以帮你去 但是这个发心啊 他恐怕不是理智 而是情感的问题 当然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猜想啊 这方面 如果是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我们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实验室 这个研究很冷门的 因为第一是 这个门槛也比较高吧 然后两个学科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如果真的是 有机会的话 里面还是有蛮多东西 可以学习的 所以这个前额页 包括人脑 他可以帮你带很多方向 如果你知道了佛法 那他可以让你 帮着你修续佛法 甚至是带你去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他都是有那个可能的 甚至还帮你改造一些东西 这个大佬 他这个能力也是很强 比如我们之前 做的一个研究啊 上次陈医生也讲 他讲得很好 就是说 如果你看见一个手 那我们脑袋都有一个反应 那如果你看见一个 带血的手 那你正常人 可能很多人嘛 他都会吓一跳 那你吓一跳的话 我们脑 这个脑电波 就跟我们刚才看的那条线一样 它是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呢 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呢 他看这个带血的手呢 他就没那个反应 他的记录呢 就像这个正常的时候 是一样 念佛的时候 如果他念圣诞老人呢 然后让他看那个带血的手 哦 那还是不行 那还是反应不一样 当然你如果什么都不念 他 他这个吓人的这个手 或者我们必定是手了 总之 有点吓人的那个图片 让你吓一跳的 只要你是正常人 你都会吓一跳 我们就发现念佛的时候 他可以把那个吓一跳呢 就 好像没看见似的 总之 就是 还是有点神奇 这个念佛哈 后来呢 我们就又做了一个 磁共振的研究 刚才说的是老电图的研究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念佛哈 可以引起一个叫做蓝斑合的病的变化 好 我们就查了一下蓝斑合是干什么 蓝斑合 蓝斑合它和压力反应有关 应激 激活蓝斑合之后呢 可以增强 去甲身上腺素 去甲身上腺素 就是我们停时一看见一个什么东西 就一紧 或者是说 看见一个刺激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它就突然会分泌 让你这个人处于这个 觉醒状态 也会增强这个额外的认知功能 如果这个蓝斑合的功能异常呢 就可能得疑郁症 焦虑 我们就发现念佛呢 它还可以激活这个蓝斑合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那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念佛 它有可能不光是 不光是你想象的 就是靠大脑披层想象的 它能影响你这个很底层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疗法 愚症之疗法 或者是心理解说 它就让你用理智想 这个人 你这样想是不对的 你看你何必这样的何苦呢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觉得 他就很抑郁很郁闷 那念佛呢 我们就发现 他可以让他很底层的东西 就是你不用跟他说很多逻辑思考 他自然就会觉得 或者就开心了 或者就不一样 就整个人从底层就改变了 我们当然还有一张图 显示他这个 那个性人体 就是那个明就人坡界 特别大的那个地方 他也在激活 所以这个研究还是 还是很有意思的 甚至还可以深入研究 就是说念佛 他对整个人心态 或者是心理的这个改变 就不光是想象 他有可能是改变的 就是比较彻底吧 就我们的猜测 就如我们前面所说 这里面神经科学 他这个真的是影响蛮大的 他有好多东西 而且神经科学家们 也不是说什么都能解决 因为人脑真的是很复杂 所以这里面是需要 大量的人类物理的 但是我们就正好挑了 这个念佛的研究 因为实在念佛的人很多 可能效果也很好 那就证明效果还不错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神经科学 一找就可以找到东西 规定的 好多实验 都十百啥都找到 还有一些人说 Richard Davidson 他已经做了 你们何必做呢 这个 他只做了一个 非常粗步的 就像整个神经科学 那每个国家 投几百亿进去 那不是说 就那么简单了吗 那只是第一步 万里长征第一步 那后面的这个佛学和科学 相关的研究 那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像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 禅修 还有昌画头 这些难度都挺大的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 我们这个实验 这个怎么做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正好拍了一个 就是学术的video 它当然是比较学术的 就是其他的神经科学家 怎么做这个 练佛和老电图的研究 大家可以 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有十几分钟吗 十分钟吗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有问题可以问我 我在这里恐怕就 因为时间关系 就不显示那么多 不过可以说的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神经科学 这样一个交叉学果 虽然难度很大 但是呢 也可以给这个两边的人 都看一看 比如说 学佛的佛弟子 可以看看 原来有这样一些东西 那我们希望也可以帮到 他可以了解自己的心态 就是说 除了从佛学 这个贪真吃的角度 也可以从老科学这个角度 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向科学家介绍 原来 这个得了抑郁症呢 不一定就是要吃药 吃药其实效果也不一定很好 那还有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 就是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 当然 这个如果要做到内部 那就要通过临床实验呢 大家知道临床实验 172737啦 那个花费也是不少的 也要突入很多精力 总之也可以别人再做了 我们就是抛砖引玉 好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另外我可以提示的一点 就是说 我 大家研究了半天 就是说 可能比较好奇 我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可能刚才看我介绍这个老了 就是 我看这有没有老的图片 没有 总之那个老区那么大呢 它是真的是 好像你找不到一个 我在哪里 我的感觉就是 我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 它好像真的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具有 这能不能说明是佛家的无我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你说哪有一个细胞 就是啊 它就是我 你把它给干掉了 就没有我了 是不会是这样 它好像就像 嗯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未必正确 这个人脑呢 它就 我在哪里呢 就像有一个池塘的水 上面有波动 不停地在波动 和海水一样 那突然有一个石头 或者一个船经过 那个浪花就变大了 哎 我就在那个地方 它如果 这个地方又出现一个 谁又打起一个浪花 那个我就在那里 比如说 我们大家在听课 那你就在这里 结果别人打电话找你 哎 你的我就去那里 还有人啊 我想上厕所 那你的我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有点像 这个我们对我的这个理解 因为它 人脑是一个 就是特别复杂 里面这个反射特别强 甚至它可以 它真的有很长的这个虚构能力 就像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元宇宙 像大家啊 这个Facebook 它不是改名的为元宇宙吗 那其实他们也看见了 就是你跟脑子里面输入一个东西呢 它有时候就像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其实它根本就在这 我不知道到未来 有可能真的是 你把眼睛一戴 哎 你还真的不知道 你在办公室 还是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马斯克这个 这位他也很聪明 他 他有他的想法 不过他还说哦 每一句我们 we're already living in a simulation we're already in a metaverse 那个叫metaverse 他说我们其实本身已经在这个 虚拟的世界了 我相信他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深度 因为他自己有一家公司嘛 叫Nuralink 那他就准备直接改变大脑的功能 甚至他我觉得他对这个意识的 人脑的理解 他好像跟别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他说的是比如说他老想去火星 他没有说人类 他有说人类去火星 但是他实际上说的是 the first time consciousness can come from Earth to Mars 就是意识 地球上的生物的意识 可以第一次到火星上去 所以他说的是意识 我估计他就隐藏了有这么一点 不过他有时候真的解释意识呢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 他还要把意识这个 像硬盘一样 upload到download到硬盘里面去 这个我们作为神经科学家 觉得是非常困难 更不要说佛学的了 我觉得非常困难 但是这里面的确是某种趋势吧 这个可以大家可以以后也可以思考 但是意识我相信 意识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科学家现在就是也摸不着头绪 当然佛教的这个意识 观点论述就特别详细很多 不过要可能要修行 可能才能真正的体会吧 所以这个领域还是 有可能是未来一个亮点 潜在的 好我们现在看一个图片 大家差不多讲到这里 比如说我问一下大家这个火 那大家看到这个火的话 那你觉得是火在烧 还是木头在烧呢 好这个谜题就是 可能是你的脑在脑垫在烧 这是其中的某一种的想法 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是真的人的脑垫 它影响我们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 当然到底层的那个东西 到意识啊 甚至是灵性啊 或者是说 阿拉一是什么的 这个可能就要陈教授 大家一起考虑 这个我相信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但是可以做一个思考题 大家考虑一下 好现在就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新冠疫情呢 它它其实主要影响我们的大家的这个除了病情也很严重 但精神压力恐怕是更普遍的现象 这个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 我们可以用比较 不同的考虑的方法 那有一句常言叫做悲观者呢 往往它是正确的 但乐观者呢 往往它都比较容易成功 然后如果你念佛呢 那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你的这个 改观你的思维 包括一些目前的或者是以后的或者是思维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这个人 人体 或者是人老 不是说这是我的 你就理解它 那恐怕不是 我们都是特别 就是幸运吧 所以少人生难得 每个人可能身上都是有 上亿年的 这个 这个经历啊 这个基因啊 我们基因好像有64亿对吧 那跟地球进化的连续还真的有点差不多呢 总之我们这个演化也不一定是进化 人类有可能演化到后面又是绘化 有可能就是演化吧 他真的需要一定的压力 所以大家看到有一定的压力呢 反而是可能是自己 这个修 修 修行啊 对我们佛教徒来说 是一个修行的这个切记 当然我们可能就需要比较有智慧的去规划 否则的话那你可能学买这些东西 又可能学一些别的东西 总之我觉得没有规划 没有机缘的话 就比较难成就了 好 我今天就讲在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高博士 我们大家很感谢高博士 因为他一边在讲一边在咳嗽 其实可能我们在场上不知道 他其实刚好也是最近得了COVID-19 他得了新冠 所以刚好不久 所以他在讲演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咳嗽 所以这个待会大家也可以问他 就为一个医生 自己本身来讲 然后自己又得了COVID-19 以及从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反应上 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所以今天这个也很难 很为难我们高博士 这个也是很高一 带病来跟我们演讲 当然因为我们演讲也都排了 所以没关系 也没办法 他说他也还OK的 所以 其实因为我们这次香港 有100多万人得了这个COVID-19 所以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 对 那这个刚才听高博士的这样讲演 其实 有很大的层面上 这个交叉的科学研究 其实继续发展 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很多的未知书都还在这里 尤其刚才提到的风动 翻动 心动 这个我们都知道六祖弹经里面 也就提出来了 那么大体上这是心在作用 因为六祖弹经讲是忍者心动 但是刚才如果我们从高博士的讲演当中提到的是 我们脑电波释放出来 是我们的意识 大脑在起作用 但是如果这个部分 大脑神经科学 因为我们在听讲演的过程当中 学到很多很多的心智 但是我们从佛学的 这个研究波士的佛学的实践上 我们发现 因为佛法讲到是转世成智 那个认识的是 我们大陆内地是讲面识 然后转世成智 那个智就是心的呈现 不是脑 所以这里可能未来 我不知道 我也刚才要 我要应用这个高博士所讲的 有很多Christian Mark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我是意测的 所以我在上课上常跟学生讲说 这个其实 我们常常是在用意识在修行 就是 世性 世性不是用根性来修行 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的话 心versus意识的话 到底是我们大脑 还是我们这个心 当然心 古代的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或是经典也有描述说 不是这一颗肉团心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心性 飞内飞外 也飞在中间 也不是这一颗肉团心 但是我指的 好像最近 好像哈佛大学 有一个研究说 其实我们这个肉团心 这个心脏 碰碰碰碰 虽然它只是在送我们的血液 像一个bump之外 它好像也有一些 类似的相对应的功能处 但还没有很实际的 明显的讲出来 那它这个心如果是 如果是是在心 而不在大脑的话 那么可能也不是指心脏 这一颗肉团心 所发出来 就是说这个心脏 这个肉团心的问题 而只是指心脏 这一颗肉团心 所发出来的电波 因为不管是在东方思维上来讲 儒家道家 或是佛家 大理讲就是这个心 我觉得这个心 应该跟意识是大脑 意识只是我们的认识功能 但我讲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想这个都还是有带深入 那今天高博士的演讲过程当中 也从有用了很多佛法的概念 来让我们去了解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 觉离世目 密菩提 犹如求兔角 当然这个修行 一定要在人间修行 那有一个这样一个场域 就用这个场域 让我们去呈现出 我们的真实本性 刚才那个手的那一个 那个画面 很惊恐的流血的那个画面 刚才这个是 高博士他们另外用念佛的 一个研究所得出来的 非常有科学性的 得一种实验证 有念佛的人 他就看到这种惊恐的画面 他就如如地动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他们是用念佛去做研究 而且这个念佛去这样研究 他们是第一个 一般都是做正念 做禅修的 那可以如果是相对的 我想念佛也是禅观的一种 禅修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 应该也是可以 遇到这种惊恐的情况之下 一样可以come down 因为他已经就在一个 活在当下 他不起任何的妄想 在一个当下的情况之下 因为一切都是我们的 兴起作用 好 那么因为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我刚才就多讲了 五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在把时间 交还给我们高博士 我们请高博士来回答 我们现在观众 对您的提问 所以今天时间多一点 还有四十分钟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 多回答具体 您也可以畅所欲言的 可能他们会问一些 医学上脑科学的问题 可能就必须要你再多一点 给他们补充说明 那我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您 好的 谢谢 我说话能听见吗 可以 好的 很感谢陈教授的补充说明 因为佛学研究 我们也是基于佛法在世间 就像人间佛教中心 我觉得这个概念就很好 它好多东西 我们研究的久 反而觉得其实冲突也没有那么大 只是说难度比较大 因为两个方面 你看佛学不是那么简单 那科学 特别是神经科学 也不是那么简单 那你哪里有人 两边都懂 甚至两边都认同 都很难找到这样的 所以 这个 我觉得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这个比较务实的 或者是说 能注重这个修行 我觉得挺好的 好 我现在 答一下问题 当然其中有部分跟念佛的相关的 可能就需要 陈教授回答了 好 第一个是 老科学是怎么解释 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 这个 我跟您说的就是 刚才 这个陈教授也反复提到过 这个心在哪里 心 这个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hot question 就神经科学家也比较难解释 有一种说法是 老干里面有一个上行网上洗澡 当他激活的时候 你才觉醒 那他 没有激活的时候 你就睡着了 但是 具体到哪个里面 甚至是 哦 这个真的很复杂 我记得眼光法师说过 这种问题 一定回答就是 心不在脑之类 也不在脑之外 哎呀 就这样打比较好 那个别的 我们我们可以再考虑 因为我们 我们目前做的科研呢 真的是 就是很粗步的 所以科研的规则就是 你 没有证据的 统统就不要说 凡是你说出来 都是有一定证据的 就像我们念佛说 念佛可以 改善这个情绪的调节 哦 那你真的看见一个 很恐怖的图片 那你真的就是 脑袋有改变吧 那我就可以说 但你说念佛 能不能去极乐世界 哦 这个我们就打不了了 这个可能要程老师啊 或者是大安法师啊 你都可以打 我看很多人也问了 这个问题 念佛和念地藏菩萨 还有念佛和念咒 有什么区别 或者是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 那我当然相信 他们是颇有效果的 而且 甚至有人问这个 上次我记得 陈 陈医生 问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念 天主啊 什么有没有效果 那我们觉得 恐怕还是有一定效果 但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你觉得有效果 那只是一个假设 我们一定要有数据 就是说你让那个人来念 我们给图片他看 他真的能做的 那我们才能说他是 否则那你就是 只能是一个猜想 神经科学家 是怎么研究 得出大脑的某个部分 反映某种情绪和练想 这个我相信还研究的 比较透彻 因为人脑 特别是大脑皮层 它的区域 就可以分成53个区吧 那神经科学家 你想他花了那么多钱 做那么多试验 他就是真的每个脑区 各种各样的试验设计 任务都有 所以基本上也知道 某个脑区是什么作用 他并不是说 他好多作用 他是一个综合的 比如说语言 但是他不会区分到 你姓你 他姓张 他最多区分到 你熟悉你 他熟悉张 就是说 大概的老部分的功能 大概我怎么说呢 七八成吧 七成 还是能解释的 但是 还有现在 我觉得有一个难点 这个可能就比较深了 就是说大脑 他的功能呢 有时候还不一定光是老区 他反而是老区之间的 这个互动 他就是 那个急速的反应 形起的一个 表征 就是他不光是一个老区 而且两个老区互动的时候 才能出现 这是不是像佛教说的 像诸元和和的时候 他才有一些练想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 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 研究清楚 禅修者和常人的大脑 反映在研究室的角度和不同 我们做过一些禅修的实验 当然也是很粗步的了 我们就给他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这个文章还没有发表 就是说禅修者 参禅的 念佛是谁 和那些出家人 有的参禅很久 他们有一个因素 我们是一定要给个刺激他看 给个刺激他 就是给一个佛像给他看 再给一个他自己的像给他看 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让他参禅 然后让他不参禅 我们主要发现 就是参禅者 他那个脑 他这个脑的 就那种互动性特别强 他就闪得特别快 好像是这样 他对自我的反应 有时候会很强 然后当一参的时候 他突然就降到很低了 就那个幅度很大 就我们之前在另外一个 这个禅定 就一禅二禅的时候 我们也有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参禅 就修行者的人的大脑呢 他 他的一个基线已经跟明人不一样了 或者是偏高或者是偏低 但是他一活动起来 他那个幅度就很大 感觉就是他们 这个不一定准确啊 我说的大家就是做一个思考的这个题目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 其中有一个比例就像带中目击 你看他不动 其实他反应起来 反应很快 就是有时候反而更狠 就是更厉害 有一个哈 但是这里面我们都说了 这个做这个研究的 做这个里面的研究的人不多 我们数据的累积并没有并不多 所以只能说有些猜测 第二 练佛可以彻底改 我觉得思维还没有懂得什么原理 什么原理哈 我们的原理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原理有两种啊 你要从脑科学的角度 我认为他他可以改变这个人脑的这个比较底层的这个思维 就是说啊 你一个人你喜不喜欢他 或者不喜欢他 你有时候或者你往左边走 还是往右边走 你比较开心 比如说你有钱还是没钱 你比较开心 大家觉得自己有钱当然开心了 但有可能念佛的时候 他觉得啊我没钱也开心 那你就不用想方设法去赚钱吧 就没那么多烦恼 这可能是念佛的 有一个原理吧 我猜的啊 这是一个猜测 当然这个陈教授可以补充 至于念佛和念地藏有什么区别 这个肯定也是要请陈教授来解答 然后我再答一题 可能陈教授先答两题 念佛的时候 带学的时候 看普通时候会影响人的风险判断 逃避风险 那当然会 我相信也会 就是说 那你禅修的人 他是不是对风险的评估就会低一点 我觉得哈 这是有可能的 那你说这样好还是不好了 那你可以说他不好 也可以说 那你修佛人吧 那我现在说的都是猜测哈 这个 这个有可能是错的 比如说我记得虚云大师 他开屋的时候 他开那一条江 他真的就走过去 他好像还不会游水 结果就差点淹死了 那 当然他也因为这个 好像就那一次 后来也是历经牵险 他那次好像就开过了 所以这个东西 他有时候 这个我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影响 那你说要不要具体的研究他呢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研究了 我们每建立一个研究 我跟你说 你要想什么研究什么 我们几乎都可以研究 只要你有经费 有什么 有意思 我们都可以研究 请问宗教算是伪科学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 还好吧 那你不能说 因为心理的东西 科学它是研究物理的 宗教呢 它是研究人心的 我觉得目前的科学 包括老科学 它也并没有 说就把心理啊 灵性啊 这些研究清楚 其实还没有 科学 现在当然很 很八倍了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的科学 我认为它也就两百年了 那 没准它现在的 有一些科学到未来 都觉得 都是小儿科呢 如果人类还能 有一千年 甚至上万年之后 你想想那个技术 那所以它到时候 对宗教或者是 灵性的理解 我觉得暂时就 就不用说 委坏就不委 这个念 大家都是open一点 好 现在请程教授解释一部分 刚才那个 念佛啊 怎么念呢 我看有一个人说 怎么念啊 我觉得那些 可以 程教授解释 这个 对 好 您休息一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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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阿弥陀佛 跟念地藏文菩萨 有什么区别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佛菩萨 如果 我现在都是从宗教 从信仰的角度去谈 因为佛佛道统 那最主要就是 你修行的人 专不专心 当然除非是说 你修哪一个法门 那你要修阿弥陀佛的法门 或是阿弥陀佛的法门 地藏文 又有心理的差别 因为你要到极乐世界 到这个 要是佛世界 这个 游离光世界 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差别 在经典里面 它也是相通的 你即便念 游离光佛 到最后你往生 想要到极乐世界 这个也可以的 这要是经里面就提到 那么前面第一个问题 提到说 念阿弥陀佛 可以彻底改变思维 其实这个 就是定的问题 因为佛法讲的是智慧 智慧必须要先有禅定力 就是你一定要定 因定而生会 所以你有定的话 你就可以改变 你的思维 当然思维是往所谓的正向的去发展 那刚才有一位问到是说 好像更上一题吧 有问到说 念阿弥陀佛 对不起 可以再往上一项 对 好 那总而言之就是 在念佛的当下 对他就看到那个手 看到那个手很惊恐 那看到那个手很惊恐的时候 是会是否就 减少危机处理的意识 因为你不惊恐就不知道它是危机 然后因此你可能还傻傻的定在那边 这个倒是不会 因为你月有定的话 你更能够觉察觉知 所有周遭的一切 所以能静而不能动的话 这非真静 而能动而不能静的话 这也非真动 这在中国古代里面 一直强调就是动静不二 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 所以在念佛的当下 你可以产生禅定力 当然这个我不是强调说 净土法门要你去有禅定力 我只是说把它放在禅观的立场来看的话 念佛的广义也是一种禅观 那你修禅修这个也是禅观 不管正念 还是四面处 还是我们中国大乘佛法的末照 禅话头 刚才说的 这个都是修禅定 因为有这个禅定 你才能够开指挥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遇到这种 这个紧张 或是危险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有禅定力 所以你能够眼观四方 耳听八方 而且在一个当下 可以动所该动 就是能够很 很合乎情义的 或是乃至于 非常准确性的 去避开它那个危险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一句话 很重要就是说 进而不能动 非真进 那个叫哭残 那如果动而不能进 只是动的话 有的人看到这个危险事物 只是慌张 只是慌乱 比如说要撞车的时候 他只是会 很紧张的这个大喊 那无济于事 那反而一个定的人 他知道发生了 好清楚的 好 然后这一秒下一秒 他反而更能够 在这个当下而去 灵机应变 所以这个反而是有好处 所以这个恰恰可以 回答到刚才那两个问题 好 高博士回来了 我再把时间交给您 好的 我看 念佛和老念破的刺激 跟什么因素有关 将来的研究方向 在哪里 这个还 其实念佛的研究呢 我们只是做了三个 远远没有做完 我们后来有 我们还拿到一个 国家自然基金 这个在中国内地 拿还是很难的 因为想想 内地的政策 你居然能拿到一个 念佛的 那有一定难度 不过呢 做起来后来也是 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跟 其实你知道 这个交叉学科 我们当时 其实准备把这个人脑的 做一个磁共钝的研究 把整个脑的结构 包括脑 脑的结构之间 我们有一个技术 可以把脑之间的 那个纤维线给它 显示出来 那我就可以看到 它哪个脑区 和哪个脑区相关 然后是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杏仁铁 或者是蓝斑合 会不会真的有 大小的改变 不光是功能的 这些都很有意思 不过那些结果 最后还没有 完全做下来 就是因为疫情 也去不了深圳 东陵寺那边 可能也要再晚一点 这些都是看因缘 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 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 从老科学的角度看 你看一个问题 特别是练佛这种 很有效果的 又普遍的 你几乎可以把脑 脑的很多 这个想法 包括一些新的技术 都有可能开发 就是你会研究的 越来越深 也并不是说 我们目前就研究完了 还是有一些方向 这个当然就比较 比较专业了 阿赖耶识在人脑的哪一块 动物有吗 这个我 这个我好像只能 call他们 这个眼控法师说的 这个阿赖耶识 不在人脑之内 也不在人脑之外 动物有没有啊 还有刚才我看见 有个英文的 好像是说 英文的在这边 英文的在 在这个这一边 他好像是说 我们这个如果有 incarnation 那 when people have memory from that past incarnation their previous brain from past 不是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因果循环的话 那过去的那个记忆 怎么能放在牢里面呢 这些都是猜测 我觉得像龙回 这个这些呢 就基本上很难研究 不过可以就是 下想一下 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他 他我们虽然是人类 但是你每个人的基因 其实有区别 有的人天生下来 他就眼睛特别好 跑得特别快 有的人天生下来 他就 他就很能静 甚至很能静坐 甚至有人天生下来 他的厌世 出离性比较强 这个都是有可能 我觉得 也不是说 完全不能解释 当然这个东西解释 那就可能做不了实验 只是说 靠我们已有的知识 尽量解释 在念佛激活蓝斑 有没有近似的活动 也起到相似的交 如何去念佛 第一无二的作用 第一无二的作用 当然老的这个核弹 我刚才说过 它是很复杂的 蓝斑核是其中一个 比较重要的核弹 那还有老干里面 他还有些些别的核弹 比如说辐测核 B测核 那里面真的是 好复杂的 但是 蓝斑核是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念佛可以引起 他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的感觉是 他还真的是影响 蛮底层的东西 不光是牢 就是不光是理智 思维逻辑 他有可能直接就是 就像你一个抑郁 以后很抑郁的人 他亏了很多钱 他就 他就得了抑郁症 或者工作不好 那别人直接跟他打 你说 一百万 一千万 那他不就一下就不抑郁了 那我觉得念佛是不是 他直接从底层就让你 你就没那个担心了 是钱不钱对你 无所谓 那是不是已经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想 这个是不是第一无二 这个可能要陈老师解释 好 我尝试用佛教的方式来谈 因为这个 因为现在老神经科学 虽然是 是很前沿的研究 在我们人类来讲 但是有很多东西还真的 像刚才高博士 也很 很科技 很保留的 很实证的 在讲这一些问题 他说很多的确 真的是不清楚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 我也不懂什么 大脑南班神经元 我现在只是从念佛的角度 去看的话就是 我们念佛的当下就是 把我们的妄念止住 因为我们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我们妄想执着太多了 我们颠倒之心太多了 所以我们分别诸法的像状 分别诸法的像状 我们就起了妄想分别 这个就是佛法讲的 轮回的根本 就是颠倒妄想之心 那我们就用这个佛号 把你的那个众所分辉的 这种万 这个万念 把它止住于在这一面上面 这个佛念上面 比如说你在这个关口 在这个关爱里面 那一夫当官 万夫莫敌 类似这样子 当然你从为事的角度 也会说 这一句佛号 从第六意识起来 它也是妄念 那么这个也没有关系 这个在主持大德讲说 这个叫净妄 干净的净土的净妄 那因为净妄 你在这个佛号上面 因为从宗教信仰来讲的话 他认为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是有功德 所以依有这个净妄 可以转我们所有 我刚才讲的那个 所有的妄念 那么当一转的时候 你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念上面的时候 那么就会渐渐趋于一致性 趋于一致性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心以尽性 那就好比我们那个老店婆 它不会起伍很大 其实当我们在妄想之所的时候 我们那个老店婆很大 所以刚才有一个PPT 它那个一个喇嘛 它去做测试 因为它们都有禅定力 不管是时咒 念佛 或是禅秀 它们都很高超的禅定力 所以它们带上那个仪器的时候 它那个老店婆 阿法婆 贝塔婆 乃至于到最后贝塔婆 贝塔婆出来的时候 它就很平 那一样的念佛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我刚才讲的念佛也是禅修的一种 我们现在是指方法 不讲说往生极乐世界 不往生极乐世界的问题 四主 道姓 五主 红人 禅宗的四主 五主 也是用念佛来修禅定的 这个早期也是伯州三昧经 这个文书般若经 也都是用念佛 这个佛的名号 而且它念佛还不是观想念佛 它是用慈名念佛 所以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个当下 就心一尽心了 那么更深的时候你进入就一心不乱 那叫禅定的境界 当然有人判断一心不乱是不是禅定的境界 这我们就不再讲得太细 那么更深入的进去就是念佛三昧 那念佛三昧这个就是圣神禅定 那所以这个就回答你最后这一个 如何确定这是念佛的第一无二的作用 这个当下就是第一了 当然其实连这个一都要放掉 都要去除掉 连这个一都不可得 当下就是这个本性 那这个本性本性其实已经不可说了 就不可说 所以本身它这一个部分 恐怕现在脑神经科学的研究 应该是还没办法去做 因为这个是坦白讲很深很深的东西 当然我们未来的科学会怎么进步 我们不知道了 可能一百年二百两百年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 看我们现在的科学 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进步很多 我们现在的科学还是很低 大体上是这样 好 我就先回答这里 高博士 我再把事情交给你 这是什么念佛 这我相信这个陈老陈教授已经解释了一些 现在的疫情念佛心情要念 那是肯定的吗 那我们的研究显示就是这样 当然你要觉得要练了 你不能光想 老科学的研究宗教佛教这个成果 对不起我打个差 高博士 其实念佛还是有他念佛的方法的 有的人念佛他是一边在念他善心念 他是又一边在念佛一边在妄想执着 那个也是没有用的 没有效的 当然有福报了 但对了托生死的功德他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还是有分别 所以在从念佛的这个立场 这个法门来讲的话 他要细说的还是很多的 细细的再去阐述 还有很多东西要 好 谢谢 对 的确研究的也很多了 比如说 这个也可以一起说 就是目前研究宗教佛教有的那些成果 对 研究那个明就仁波 这些人体是特别大 那有一些前沿的成果 真的还不多 我们做这个念佛的算是比较细练的一个 最多的是研究这个正念的 正念因为它不涉及到宗教因素 所以研究成果非常多 当然也没有蛮系统的做 他们都是因为佛教这个怎么说呢 正念他们做科研的呢 就相对容易 如果做的太宗教的呢 这个拿经费啊什么的 就我相信或者是那一个 真正你想一个做科研的人 他去研究佛教 恐怕他兴趣也没那么强 有些研究基督教的 但研究基督教的呢 那他们的问题是就是 其实佛教如果是基督教 他研究的东西还真不太那么好做 佛教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特别多 我觉得就是好像有非常多的东西做 比如说陈教授刚才说 念佛念得很深的那个状态 那我们这一次 念佛的还没那么深吗 那我如果有机缘请到一批 念佛很深的人 我们又换一种这个静息态 沉定态的方法做 那我相信结果又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但那也要看机缘 能不能获得香港或中央政府的支持啊 这个 这个恐怕他不会特别支持你 也就是按学术的规矩来嘛 你在他的领域就要按他的规矩 他可不管你是佛教还是什么教 你做的有东西有模有样 他就承认 不是的 他觉得不靠谱的 他就不会 不会让你做 所以我们要慢慢累积了 别人才会就是支持 冠状区的脑梗塞 这个区域未必有很大的这个临床症状吧 冠状区 就要看到什么症状 有什么缓解方法 他既然已经脑梗死了 他那个细胞是不会恢复的 你只能希望他就我们刚才说的可不可以替代他 一般的而言就是尽量的训练他的功能 这是第一他可以替代他 第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中风了 那因为他们真的会反复中风 佛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科学好像答不了 这可能要请陈教授待会儿答 佛是不是真的 如果翻动和火烧都是大佬的想法和心在上 为什么所有的大佬或者人物一经互动 就做出了一样的动念的反应 那因为所有人的大佬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每个人的大佬都是 多少亿年 老就是几百万年 他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的确我不能证明你看见的红色 和我看见的红色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心学 这就是那个很难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你看到的红色 是我看到的红色 这个没法证明 但是因为大家都还是可以控制呢 就像我命令你往前走一步 他抖了为什么你不走 你不走 那一般人还是得走 这个反正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但整体而言这个真的我们的我们的意识的活动 百分之九十或者因为最后的阿拉耶 是我就我就没法就是达不了 但一般的人你想想 他一癫痫或者用那个一刺激你的脑 就那一瞬间你的你的思维就变了 当然底层呢 我跟大家说也不是说人脑就是一个机械反应 他只是说我们好多反应就是真的是一个起心动念 这一底层呢 还有什么东西 那个结构 对他的影响 这个我们是 要open的 就是说还没有清楚 界定会有没有根据啊 这个我们还没有研究 但是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定义一句 因为人脑他真的是经常会动来动去 他每活动呢 还是要消耗能量 如果你你借借的多呢 你不然脑袋到处看 比如说你要借手机 是不是这个大家最热门的 或者借什么 那你不停的刷这个抖音啊 或者facebook 那你刷的脑袋都昏了 你还想定吗 不可能嘛 那你就是心 如果像猴子一样动来动去 这个恐怕 像我们思考比较严重的 严谨的问题 那你都得很近 就是一个人关在办公室 才能考虑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当然能不能证明啊 哎 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实验座 只要有 只要有机缘的话 也不是很难 这是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 请问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恐惧的心情 是吗 这个可能要陈教授回答 这是也是 也有一定可能吧 比如不如陈教授答一下 念佛的时候 还有刚才那个问题 念佛的时候也会有恐惧的心情 可能就是你要找你的善知识跟你开解一下吧 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素不一样 那这个有可能 一些教法 叫说是造成你的恐惧的心理 比如说我们一些佛教界 或是非佛教界也有这么说 晚上你不要念地藏王菩萨 他说这是阴的 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度众生 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来讲的话 简直是瞎说 不好意思 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有恐惧的心情 因为你所听到的教法是误导你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是理教要再谈 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有 有恐惧的心理 因为其实在佛法的修行来讲 不管任何法门 我常说一句话 其实佛法是解脱之法 你一旦相应的哪一个法门 而继续修行的话 你必然是应该要越修越快乐 如果你的修行不是越修越快乐 而是有恐惧压抑 乃至于紧张忧郁 那个肯定你法是修错 不是你错 就是你的老师你教错了 可能老师没有教错 你自己听错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就要修正 所以你这里讲到念佛 会有恐惧的心情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 就是你的个人的部分 如同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 所以可能要私底下谈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 是不应该恐惧的 应该是很救援 是会越念越快乐的 那我所谓的快乐 也不是这个所谓的七情 留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五欲乐 而是一种内心非常祥和 安稳 平静的那一种喜悦 那你应该是这样 可以获得这样的心情才是对的 好我先这样回答吧 阿弥陀佛 一切自然现象 你能否用佛教解释 我觉得 这个也许不是我们应该答的 但是我们作为神经科学家 我们一般的就是能解释的 就因为神经科学 它是很保守的 就是你能看到的 你才能说 不能看到的 你要是说呢 那些其他的reveal 就是说评论者 他说你的实验结果 不能证明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呢 可能在佛教头看来 可能就啊 这没什么 我早就知道了 可以调节情绪 但是就科学而言 他一定要看到证据 所以 就专现象 能不能用佛教解释 那当然我知道 方念也有很多的了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 恐怕我们还 不会那么做 如何保养大佬 大佬第一 你就是 我觉得那个界定会就挺好的 你 你要 不能 就是太过 消耗它 大佬实话 这个我倒是可以说一下 因为我最近看了 有一篇 痴呆的 他说 他有个微量元素 C 好像可以引起 这个人的长寿 或者什么 这些我跟你说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 但是 随你喜好了 你觉得好 起码有点正面的心理作用 他还说 这个有可能 痴呆是有可能是微生物感染 我 我自个儿觉得 somehow 有点道理 但是这些都 没有很强的证据 我觉得大家 训练 训练可以引起大佬的保养 这个是很肯定的 我们以前做痴呆研究的时候 发现那些打乒乓球的那些 那些 老伯伯 他反应好快 明显的我就觉得 你干啥呢 他就说他天天打乒乓球 或者是一个星期打的比较多 他明显的八十岁的老人和别的人 那个反应速度啊 明显不一样 运动可以保养大佬 这个是这个是有证据的 比较强的证据 心主神智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这个佛学和科学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大家的这个名词啊 都不一样 好多时候说的 形象一点就是鸡同鸭甲 所以我们要 就是要统一 什么是心 什么是主 什么是神 什么是智 如果你能把它说清楚 用现代的术语 我觉得是有可能 就是解释的 在一定程度上 心主神智 这个在我理解啊 我就自己随便 猜想一下 很有可能是错的 心主神智 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 那个老干的 他 他激活的时候 你的神智才会出现 甚至他会影响你的方向 所以心 他对应的有时候是身体 在我 在我看的 不一定正确啊 这个这个东西不好打 影片合出去 这个可能陈教授答的 然后 抑郁 抑郁 心理学得不到解脱 这个啊 对这个 我觉得也是比较 普遍的现象 佛学的经典呢 有一些 他就是真的可以 在你这一个整体观上 有一些影响 所以呢 就是心情会得以舒缓 因为 你真的是用 用这个理智来看那一段 你觉得他很有道理了 也会从 就是在你的人生观上 会有一些改 改变 但是也许因为某些原因 你那个 特别是休息 那是有很大的阻碍 我相信这个 很多人也还是有 所以这个陈老师 陈教授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吗 抑郁期间看心理学得不到解脱 对 这个可能 这个也不好说 因为这个心理学现在 对 从我们佛学的角度来讲 他谈的应该就是到 第六意识的问题而已 那么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更有 还有更根源的东西 第七莫娜跟第八阿拉也是的问题 所以其实解决 应该要从这个第七的莫娜 那个我自我那里去解决 乃至于更更前面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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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第八意识的那个 那个业力 业然要把它净化掉 我这样 这样才能够彻底解脱 所以现在西方的讲的那个 这个这个题外话 因为遇到这里 因为现在的心理学用 用这个所谓的正面疗法 所以他治疗的大理上都是很浅诚的 他不是没有效 那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 我们的现在社会生活很 压力大 所以很多人有精神的 精神上的状 这个这个病 这个这个病症 那些是底里 忧郁啊等等 这个用这个正面的疗法 就就有一些帮助 但也不是全部 依照他们的研究 比如说 有这忧郁症的人 那经过十天的训练等等 再复发有百分之多少等等 那没有复发的百分之多少 也不是说完全有效 所以他治理治疗的过程当中 这个部分 浅诚的是有效 但是如果真的彻底要去解决 好比你这里来讲 你看心理学得不到解脱 用佛法来解脱 因为他佛法进入到宗教的层次 好比这个八正道 你要解脱 你要修 修 修圆满法 但是他西方的正面 就是mindfulness 他只是正面 只是其中一道 所以你要去现解脱这个地方 他是不足的 他到最后要到正知正见 到最后正见才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还有正经济 正思维等等这一些要配合进来 好 所以这个如果我这样的回答 跟你的讲法应该就有吻合了 所以你在修行的过 就是看到佛教的经 就感觉舒服 就因为可能 因为他所谈到这些法理法义 一直在净化你的那个阿赖耶士 过去是我们所带的这个卡马 也是有可能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比较能够根除 我们说这个就是 从根里面去挖 所以了头生死 是在净化业力的问题 我们第八阿赖耶士里面的染污 转染成净 这个从这个生命门 进入到新增儒门 都回到开显出佛心来 那这样就比较有可能 他现在你说感觉很大的障碍 是缺乏坚定的信念 那这怎么解决 那就找一个道场 找一个法师来坚定你的信念 本来就是修行一定是 自己是一定要有人家带的 好比你是一个婴儿 那要有人家带你 才有办法学习走路 然后乃至于未来茁壮 自己可以跑可以跳 那肯定要去找三次四 去找一个你相应的法师 来学习吧 自己一个人 无学乱学 这个很可怕 尤其现在网路的资讯 也很复杂 而且你们也没有办法 这个具有鉴别度 有一些讲的邪师 这个也不是说邪师 就是他有时候讲的是 相似佛法或是外道之法 你没有办法辨别 所以就是去找一找 比较可靠的寺院 道场有好的法师 你去跟他学吧 他应该就可以带领你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解决方法 好我先回答到这里 高博士 好刚才有一个佛教和宗教和科学 春博 这个 这个我觉得当今社会应该还是 因为好像现在人类真的出于一个 从过去几千年都是宗教 比较占主导地位 那现在科学进行200年 科学好像就影响 前面影响社会 那冲突我觉得还真有可能 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佛教应该稍微还好一点 其他的宗教你比如说 基督教几天就创造了天地 那有时候还真的冲突蛮大的 佛教我觉得这方面还比较open吧 所以这冲突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 这个当然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就有时候有一定的压力或者什么 总之你要是能修行呢 让你能修行呢 始终还是好的 当然就不要就是冲突太大 因为这个这个社会冲突已经够多了 有时候那人 你要知道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或者是 或者是别人吵架的时候 基本上吵不出什么灵卡 就是我觉得还是实修的比较好 这是我的 然后喝咖啡呀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你可以查一下 应该蛮容易查到 这些都有研究的吸酒 不 吸烟 这些都有研究 这就很多了 这种研究 可以随便查 暖身胎身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但是你要刚刚好能证明的 也未必那么容易 禅修 而不是如何让脑袋们 存在清安的感觉 这个 这个包括刚才说的念咒 还有念佛 对脑细胞的一样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重建法师 他还要问这个问题 他在内地做的蛮多也类似的研究 我觉得 就是这每一个方面都是可以研究的 但是呢 都真的要研究 你才能拿出证据 否则凭有限的证据呢 你不能无限的 推开 就是推广 如果产生清安的感觉 这个可能 对 陈老师也可以打一下 对 可能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 其实刚开始休息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为自己 到最后你要产生清安 应该多少 会慢慢导引 到你心仪尽性 或是所谓的味道地定 开始还没进入出产的时候 你心仪尽性 有清安的感觉出来 当然再更有那个 blitzful的这种感觉 blitzness的感觉的话 是必须要发菩提心吧 如果你有这个发菩提心的话 自然就会产生 这样的感觉出来 人的那种幸福感 是在对自己以外的他者 那才是真的幸福 是你如何去立重 你有立重的行为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 不是只是为自己 如果只是为自己的话 不会有那种感觉出来 当然我不要自立 才能够立他 或是在立他的过程当中自立 大体上是这样子 好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高博士要不要您再回答一提吧 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看这个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就说一个总体而言 就基本上呢 我现在说就是老科学 他们老科学发展的非常快 那别人投了那么多几百亿 他他真的是他会发现很细微的区别 甚至一些便携式的携带式的脑电图 都有可能出现 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有足够的 就是随着社会认知的这个进步啊 包括这些灵性方面的宗教方面的研究 我相信科学还是比较open的这方面 那如果有资源 有机缘 很多的研究也都可以纷纷就可以做起来 当然你要做的有意义 你觉得有资源 然后整个社会有一定的达到一定的共识 那我觉得未来他这个老科学的证据会越来越多 你的好多想法其实也都还是可以做的 甚至是做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神经反馈的方法 就是他可以提示你 当然这是没那么容易 但是是有可能的 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数据的累积 他可以提示你现在的水平 有没有走神啊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提示吧 或者你现在的定的水平是不是够好了 我觉得通过多少年的累积 这些慢慢都还是有可能做得到 所以这个领域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 目前还比较 就是先驱吧 所以就还比较小 但是未来 我相信随着更多人的兴趣 或者证据的累积 那社会上认同的也会慢慢多一些 好我们谢谢高博士今天精彩的讲演 刚才我们的观众也有提到新主神赤 这个古代古人应该是礼记吧 也有一句话叫做心之观则诗是吧 还是出自梦子 那么所以大脑的神经元 刚才高博士也提到了 他一直在虚构 生产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里是很复杂的 当他是虚构生产很多东西的话 这个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 他起作用 但是他在起妄想自主 所以这个有心 有信 还有事 我们说本性 本性 佛性的那个性 所以有心 性 事 所以心是起作用的 性是本性 是佛性 因心起作用而 呈显了你的佛性 如果你错的话 当然你就是受性 刚才讲神性 就是受性 那你你往正的方向去 那你就是佛性 那么那么这个大脑 那么大脑是属性还是属性呢 所以这里很多的很多 是需要再继续去研究的 还是说大脑 他只是一个 如同刚才讲的 可以虚构生成很多的东西 他在放电 大脑的神经元在放电 是一千亿个的这样的组织 所以他一放电的时候 我们不正常的放电的话 比如说刚才举到 手会抽筋 会自己抽动 等等一些复杂的动作 有时候都会出来 包括听到幻觉 那这些东西 其实是不是都是物质性的东西 但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只是说 听了高博士的演讲之后 我另外再提出了一些反思 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物质性的东西 大脑是不是物质性的东西 大脑在思考的东西 他一个能量场 这个能量场是不是新的作用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里可能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在继续要去深入探讨的 那么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这一场讲座 坦白讲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们大家都受益匪浅 给高博士给我们很多 非常新颖的知识 而且是非常 在脑科学上非常前沿 非常高端的这一些 这一些知识 这些让我们其实 一般人也接触不到的 这一些知识 而且他是实际的一个研究者 他把他所有的研究的东西 有数据 而且很客观性的呈现给我们 该有就是有 该没有就是没有 在刚才他的演讲上 就是这样子告诉你 我想这样的研究 包括我们的宗教的走向 也是应该要这样子的 要讲求实证 即便佛教也是这样子的 佛教也不是鬼鬼神神 神神道道的 佛教是非常现实的 他是在一个实证 一个正量的当下里面去谈有的 所以你不能够没有而说有的话 这个叫做 说忘 这个非证严证 这个都是不被允许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也感谢我们 今天参与的观众 以及我们今天高博士 是很精彩的演讲 如果你们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在你们再跟中心联系吧 好 那刚才有问到说 那个影片是否要可以 可以播放我们 以后会会上传 会上传 好 那么我们再次的感谢高博士 真的非常的感谢 有种感谢 我代表现场的观众 跟你自上最高的谢意 感谢你 希望你能够 能够照顾 带病来跟我们 带来这个COVID-19 这个很勤 很严重 这个可能还是对 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 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讲言 非常感谢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先交给我们的中心同仁吧 感谢各位 好 那现在预告21日的讲座 是人间佛教的现代调试 由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何建敏教授演讲 那跟着27 28日 是连续两晚的法界缘起 量子力学与金刚经 而5月份呢 则有一系列的佛教寺庙管理专题 分别在4号 11号 18号 和25号 欢迎大家到时继续参与 那今天晚上 感谢高俊宁博士精彩丰富的演讲 谢谢陈教授的主持 和观众热烈的参与 讲座就此圆满 多谢大家 祝大家身心康待 我们后日再见 好 感恩阿弥陀佛